此时他石海中的精神力之体 比起先前而来 无疑是要凝食了数倍 而在这道近乎已经完全凝食的精神力之体中 仿若是形成了一个精神力漩涡一般 一股股极为强悍的精神力波动 不断地自漩涡中扩散而开 这种精神力波动扩散开始 直接是将精神力之海的镇压之力给摧毁 没有给他带来半点影响 在某一刻 秦义辰的石海之中 宛如卷起了一场精神风暴一般 磅礴的精神力波动自石海中扩散而出 最后侵蚀到秦义辰身体的每一处中 他浑身的肌肉 骨骸 甚至是细胞 都是在此刻颤抖了起来 那紧闭的双眸也是陡然睁开 在其双眼之中 暴射出一道犹如食指般的精神力波动 一道尖锐的破风之声 携带着强横的精神力 宛如火山爆发一般喷射而出 在这一道强横的冲击波之下 就连那无边无际的精神海的威压 都是被生生地冲散而去 秦义辰的双眸宛如一双星辰一般 璀璨无比 直到过了好半场 那种璀璨之色 才是随着精神力波动的减弱 而缓缓暗淡了下去 秦义辰从地上站了起来 长长地吐出一团白气 在他刚站起之时 那些被冲散的精神海威压 再度临身 不过这些威压 却仅仅是让得他的肩膀 微微一沉 并没有再能将他压下 感受着石海中 近乎凝食的精神力之体 秦义辰嘴角勾起了一抹 浅浅的笑语 不过这精神海 已经无法镇压我了 哪怕没有刻意地去抵挡 这来自精神海的威压 已经对他造不成多大的麻烦了 秦义辰也是低难道 按理来说 结束了这种锤炼之后 他应该会被传送出去才对 不过不知为何 秦义辰却还在这片空间中 并没有被传出去 仿若也是知晓 自己无法再给予这个少年 多大压力 精神海的威压 缓缓地消散开来 而在这种威压消散的时候 秦义辰的面色却是陡然一变 眼眸也是微微眯了下 因为在精神海威压消散之时 他的视线也是变得开朗了起来 在他目光中 精神海的正中央 有着一团青色的光芒 那就是这精神海的核心之处吗 秦义辰眼中闪过了一抹兴趣之色 而后脚下一动 迈着步伐 便是对着那团青色的光芒 行了过去 在靠近青色光芒之时 秦义辰前行的脚步 停顿了下来 他的眉头紧皱而起 因为他感觉到 在自己面前的精神力波动 已经宛如粘稠的水液一般了 而在这些精神力之中 一股比起精神海还要强大数倍的威压 也是隐约地扩散而出 秦义辰轻轻吐出一口气 眼中闪过了一抹坚毅之色 而后向前重重地落了下去 刚一踏入青色光芒所笼罩的范围之中 秦义辰的大腿都是一阵颤抖 不过他一咬牙 身躯往前一倾 整个身体都是挤了进来 在刚一踏入青色光芒所笼罩的范围中 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陡然从其心底发出 一道比起整个精神海还要可怕的威压 也是笼罩而来 此时 在秦义辰的周身 粘稠如水的精神力 充斥了整片空间 在这里面行走 宛如行走在沼泽之中一般 让他呼吸都是有些困难 这种感觉 难道这精神海里 曾经有超越破灵境强者的一年不成 秦义辰眼中有着一抹凝重之色 双眸却是火热地望着青色光芒的正中央 他的精神力肢体已经只差一步 便可完全凝实了 面对这种压力 他甚至有些迫不及待 咚 咚 秦义辰眼中 依旧没有半点褪色 他坚定地迈动着步伐 伴随着一道道沉重的脚步声 他的身影 正在以一种极端缓慢的速度 缓缓地对着青色光芒最中央行去 过了片刻 秦义辰已经靠近了 青色光芒最为中央的地方 只差不过十余不知遥 但是这短短的距离 却是让他不得不紧咬牙关 每一步的踏出他都仿若是扛着一座山岳一般困难 伴随着每一步的落地 他的身体内便是传出一种细微的嘎吱声响 仿若是骨骸不堪的身影一般 汗水已经犹如雨点一般 不断地渗透而出 将秦义辰的衣裳尽数打湿 沉重的脚步声在这片空间中回响着 每一次脚步声的响起 都会滚落下一滩汗水 越靠近中央的位置 那种粘稠的精神力携带的压力便是越强 特别是最后几步 比起刚踏入这青色光芒中 还要强横了数倍 在刚踏出了小半步 秦义辰的身体直接是被压垮了下来 这还是他精神力肢体 已经近乎凝食了的情况下 由此可见 这种微压是有何等的恐怖 汗水不断地从秦义辰的脸颊上滑落 他舔了舔干色的嘴唇 而后咬着牙 顶着那可怕的精神微压 缓缓起身再度一步跨出 砰 这一步的跨出 他的身体不住地颤抖着 膝盖微微弯曲 显然他是想要竭力地 不让自己跪倒下去 那股精神力 似乎察觉到了秦义辰的顽强 微压再次增强 咔 咔 秦义辰能清晰地听到 骨骼关节传来的脆响 我还没倒下 砰 又是一步跨出 秦义辰的膝盖再次弯曲 但很快却是笔直淡立 某子中有着难以掩饰的疯狂之意 班门 公输一族 是他面对欧阳家跟风家的最大一让 如今距离宁时精神力之体 也仅有一步之遥 他没有任何放弃的理由 秦义辰精神力凝聚到极限 抵挡精神海核心处的青色光芒 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给我泼 核心处的青色光芒就在眼前 秦义辰怒吼一声 精神力凝聚到极限 猛地踏出最后一步 身子直接进入了精神海中的青色光芒中 一股特殊的波动扩散而出 此时 公输一族宗祠前 巨匠之锤模型前的阵图 陡然间剧烈抖动了起来 如珠连微卷 同时一道青光照耀整个宗祠 一股莫大的威压 骤然降临 这股气息 莫非 他惹住了古民先祖 阵图前 所有公输一族的人 都不禁倒吸冷气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之色 公输古民 一手凝聚精神海的大宗师 传闻阵图中 更是有着他的一缕残魂 残魂维系整个阵图的运转 相当于阵眼所在 若残魂被惊动 这传承千年的阵图 怕就因此回去 眼下 弥漫宗祠的清光 即是前奏啊 一辰哥哥 公输旨一 瞪大着眉眸 眼中一彩连连 在精神海中 他见识到秦一辰的天赋 也深知精神海的威压 绝非简单 有天赋之人便能抵挡 但没想到 他居然靠近精神海中央的位置 阵图内 这便是精神海的阵眼所在吗 精神海中所有的威压 顿时消散 这突如其来的轻松感 让得秦一辰 微微有些不适应 同时 这股强烈的反差 让得他的精神力 也历经动荡 越发凝实 距离凝聚成实体 仅半步之遥 携既将之锤 破阵徒者 当继承无公输 古民一波 保无足长存 一股浩荡 苍茫的气息 陡然自这方空间中响起 秦一辰 还未来得及寻找声音的源头 顿时 一道璀璨至极的青色光柱 将其笼罩 一股莫大的精神威压 骤然降临